哈喽大家好啊 那我们跟大家讲个这个东西啊 嗯 讲一个 上个上个视频讲的这个叫什么切换按钮 然后我们现在讲这个switch开关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switch开关的话也是很简单 嗯 还是什么呢 啊 在cube中使用这个switch一类啊 创造一个开关 他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我给大家切了一个图 就是可以关也可以开是不是 在跟开关一样 然后他的一些常用属性 好 我们直接来看吧 啊 创建一个文件 啊 直接拷贝了啊 看一下在哪 二十二十这个 嗯 switch 啊 21吧 好 好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的话 我再创建一个 这个改一下 switch 然后这边改一下 啊 这边也改一下啊 啊 还可以插一个c是吧 好 然后创建一个q文件 好啊 定一个页面 啊 大家就是完全就是 虽然重复啊 大家可以 呃 可以熟悉一下这个流程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switch 好我们运行一下啊 好 这个开关就创建好了 我们点击的话 他就是一个这种 呃 这种状态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属性啊 我们打开笔记啊 他的属性的话 首先 他是一个 有一个 active 是吧 开关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啊 莫名之为force 就是那个黑的 就是这个off 好吧 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一个 啊 switch内元素的 啊 可移动元素的变化值 他其实他这个 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这个东西开关的话 他是可以 慢慢的移的 哦 这种移是吧 看到没 可以这种移的啊 最美我可以这种拖动的移 然后如果是啊 他这个设置这个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设置0到1 有点像我们前面的那个 啊 叫什么来着 我一下忘了名字啊 叫什么来着 啊 滑快啊 滑快slider 啊我想起来了 有点像那个东西 然后特别的我们就快速的啊 看一下他的他的这个属性吧 啊其他的都 啊都不用再演示了很简单 这个东西 我们只演示两个吧 其他的东西大家也去试 我只演示一个他的这个活动状态吧 因为他主要的我们用的也是他这个状态 对吧 好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默论的啊 是关的是吧 那我们直接设置一下他的状态 啊 然后这个叫active 对吧 stiv active 我们把它设置成为 true 啊 设 设 为设置开关的状态 状态 哎 状态 默认为 为first off 对吧 那我们现在把它给active 设成 true 大家看了没 就变成on了 好就是这个很简单 然后其他的话其他话再 啊再讲一个他的视线吧 啊其他这个我就不讲了 我没什么讲的 他就是移动的话 这是可以设置他的一个范围 你设置成多少的时候 他就会按照你的设置进行移动 好那我们来 啊设置这个on on active 啊他有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事件 那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在绑定的绑定一个这个on吧 test 好 我们再把这个放到前台去啊 这个叫什么 啊 啊 sw switch switch 好吧 我们看一下 然后 啊switch 好我们运行一下啊 大家注意这个我们这个装载和左下角的那个控制材的显示 我点一下啊 这个switch被按了一下 然后现在是false 对吧 off对吧 那我们再按一下 按了一下 好那实际应用的话 这个开关也是很简单 但我们项目开发的时候也只用到这个这两个东西啊 就是 啊用户根据这个操作对不对 然后我们判断他的状态 啊数据处理或者什么之类的事项完成好吧 然后的话其他的话就没什么没什么了 我把这个烤一下吧 这个删掉 好 把这个圆码烤一下 这个打开 啊 这个圆码的话 这个圆码的话 啊 tokyo bot 把这个删掉 然后还有一个 嗯 嗯 哦 这里 烤一下这个代码 啊 然后这个 代码烤一下啊 然后 然后关于这个 啊 Switch开关的话啊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吧 啊 就是这个状态 啊 笔记的话我也已经全部放在上面了 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个视频的话 会讲 我看一下讲到哪里了 讲到了一个好 讲最后一个了 我们video video视频也是我 当初 刚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最感兴趣的一个东西啊 好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